在重庆市沙平坝区井口镇 百扬社区先锋街的嘉陵江畔 隐藏着一片规模宏大的历史建筑群 走进去才发现 原来这里竟是一座荒废了二十多年的大学校园 这所大学曾经赫赫有名 和四川的成都大学比翼齐飞 但如今这所大学已经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 而曾经热闹无比的校园也已经荒废了下来 杂草重生 那么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荒废的校园 一探究竟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带着平开去旅行 我现在是在重庆沙平坝井口镇 嘉陵江边的一个废弃的 一个废弃了二十多年的大学校园里面 这个大学还是非常有名气的 叫做渝州大学 当年和四川的成都大学是齐名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而废弃了呢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走进这所大学来看一看 这个是重庆工商大学荣治学院学术报告厅 现在门都是关着的 看这个教学楼感觉还是多新的 我们现在已经走进这个校园里面了 这边还有居民在这生活 你看那个栅栏的话都已经秀气斑斑了 多好的学校园 你看一边是教学楼 这边你看就是很高的悬崖 这个墙壁 这个墙壁已经脱落了 墙砖已经脱落了 前面这个我们进入了这个里面 看这个楼还是很有特色 你看这个两个教学楼之间 通过这个铁桥连在一起 下面是过道 这个教学楼门前已经长满了树木 你看这个是门口 这个门已经锁住了 哇这个操场好漂亮 看着 感觉现在还在使用一样 看着 哇这个操场还是很漂亮的 操场对面还有两栋楼 不知道是什么楼 在这个操场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有特色的 这个红色的楼房 像是舒适风格的 事实上确实也是 我们到这个舒适楼上面去看一看 你看这两边都已经地上的青苔已经很厚 然后这个树枝也延伸了半边路 这个舒适楼是当年渝州大学的图书馆 这个角度还是很漂亮的 这个楼前面有一排百树 看那个上面还有一个大喇叭 这个舒适楼是建于1952年 据说是那个苏联的元件过来的 元件的 然后呢这个楼的话 第一层第二层都有对应的功能 好像据说第三层从来没有开放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知道的朋友吗 知道原因的朋友吗 这个的话应该就是这个图书馆的正门 非常有气势 对面的话也是一个教学楼 我们看 这是一个教学楼 也基本上全部都门口都长满了这个棺草 这里是原来重庆第二机械工业学校啊 这个校园啊 也是后来的渝州大学的校园 你看这个教学楼后面还有一些这个休闲的台子啊 乒乓球台 这里就是乒乓球台 现在也已经被荒草覆盖 这个下面是同一个世界应该是同一个梦想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的是沙瓶坝区文物保护单位 重庆市第二机械工业学校就职第一教学楼 那可能有朋友会问 你刚才不是说的是渝州大学吗 我们是第二工业学校呢 那我们这个是有故事的 我们慢慢来讲 我们先到这个教学楼来看一下 你看两边全是荒草 真的很可惜啊 但是这个教室这个学校的这些建筑啊 都是完好无损的 我刚才说错了 这个不是教学楼啊 这个是办公楼办公楼的旧址 这个是公共厕所 那旁边的话是什么 是苏社楼吗 还是应该是教室吧 看着 这里边古树餐天啊 这个教学楼走下去 哦 应该是江边 我已经看到前面就是嘉林江了 看到没有 这个这个什么船啊 嘉林江井口基地啊 你看多漂亮这儿 这个学校啊 叫做重庆渔州大学嘛 大家都知道 重庆本来就是简称渔嘛 那能以渔州大学命名的话 还是非常的有分量的 渔州大学啊 它筹办于1978年啊 当时成立之初啊 条件比较艰苦 没有办学的校址 所以呢 它就借用了 重庆第二机械工业学校的校舍 开展办学 初期非常难 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后啊 最后也形成了一个 有21个本科专业的综合性大学 当时在校人数啊 巅峰时期就达到了4000多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就就没有了 当初的话 如果是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来的话 现在说不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啊 但是呢 在2002年的时候啊 它却和另一个重庆的另一所大学啊 叫重庆工商学院 就是合并啊 成了那个重庆工商大学 而主校区呢 也没有选择 也没有选择在这里 这里就成了新大学的一个校址啊 后来这个学院也搬离了这里 所以从那以后啊 这个就校园就荒废起来了 这边的话还有一个青砖墙的这个建筑 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上面啊 还有两栋楼啊 但是要爬这个很长的梯子上去 我还是上去看一下 站在这里啊 看这个操场真的是很漂亮 可惜了 真的很可惜 继续爬 快要到了 哇 看看地上 全是落叶 这个教学楼也是也是荒废了 你看 沿着这个荒废的很久的大学校园走上一圈啊 很多感慨 我在想 如果当初这个大学没有被没有合并 然后发展这个二十年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校园真的很漂亮 相信在这个校园的林荫大道上啊 留下了好多当年在这里读书人的学生的青春和回忆啊 那我今天借这个视频呢 也给大家再重温一下这个时刻 那这个视频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